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任务无声 三月中旬 随着女真人终于自太原北撤 经历了大量生通的国家 也从这促然而来的灯头一棒中醒过来了 汴梁城 政局上层的变化点点滴滴 犹如这春日里解冻后的冰水 逐渐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浩荡江河 随着皇帝的罪己照下来 之前在酝酿中的种种变化 种种激励 此事都在落实下来 在这场战争中有功的官员 军队 各种的封杀都已确定落实 京城内外对于众多死者的优待和抚恤 也已经在桩桩渐渐地公布与实行下来 京城的官场动荡又肃然 一些贪官污吏 此时也已经被查处出来 至少对于此时京城的普通百姓 乃至世人学子来说 因为女镇人南下带来的伤痛 武朝的朝廷正在重新整肃和振作 庄庄渐渐地令人欣慰和感动 正觉的肃清 加上京城亦整个冬天被围 此时大量商贩 难来北往的旅客涌入 亦使见整个京城中的氛围生机盎然 文人们依旧开诗会 主题大都变成了支持厚勇 奋发振作的精神 间中夹杂着抨击女镇人残暴 犹如禽兽诸狗的控诉诗词 也有些大文人洋洋洒洒 勾住建林地写下文章 讲述人与畜生的区别 论证女镇达子性情野蛮 有备天理人伦 直早不得好死 在文人圈子里流传出来 也不免让人心潮澎湃 热血沸腾 让人心甘情愿地赞美此功 此翁的此风伶俐 这是普通人眼中的京城局势 而在上层官场 明眼人都知道 一场巨大的风暴已经酝酿了许久 即将爆发开来 这是关系到守城战中立下大功的臣子 能否一步登天的大战 一方是蔡京 是同贯 是王府这些老势力 另一方是被皇帝重用数年后 终于找到了最好机会的 李秦二相 一旦过去这道坎 两位宰相的权力 就将真正稳固下来 成为足以正面硬抗菜经 同贯的巨头了 这风暴的酝酿 领得大量的官员 都在私下活动 或求自保或选择战队 即便是朝中小力 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 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和中 陈思丰便是这当中的两人 作为师师的朋友 两人的起点都不算太高 即着家中的些许关系 或是自行的轻盈走动 如今两人一人在户部 一在利部 任个小力员 最近这段时间 不时的便被大量的 政局内幕所包围 其中倒也有关于宁义的 京城之中 要说政局与民间的接轨底 往往便是如同樊楼一般的 青楼厨管了 官员们来到樊楼 偶尔透露些东西 再通过青楼的消息渠道 传入到民间上层的 富贵人家里去 这些消息大多冷魔两可 有真有假 余晨两人 偶尔也会过来一趟 说说这些事情 早两日城外夏村军 武庄院罗盛州前去接手 不到一个时辰 受了重伤 辉了流的被赶出来了 如今兵部正在处理这件事 利部也插手了 旁人不知道 我却知道的 那夏村军 乃秦少谦秦将军回下的部队 利衡也身处其间 老实说 如此跟上头对峙感 利衡那边也不聪明 樊娄诗诗所在的小院里 陈思峰压低了声音 正在说这件事 诗诗皱了皱眉 为他侦查 现在 闹出什么问题了吗 罗盛州是谭诊的人 出了这等事情 谭大人的面子 怎么可能挂得住 而且此时京城内外风声兜紧 尤其兵部一席 如今是重中之重了 出了这等事 一定是要严查的 夏村军在守城时有大功 桀骜不序 说不定 同郡王都要被惊动 于和中等 李衡毕竟没有关身 以往看他行使 有义气任侠之风 此时难免有点不管不顾 唉 也是不好说的 两人平素与宁义来往不多 虽然因为失诗的缘故 说起来是儿时就有 但实际上 宁义在经中所接触到的人物层子 他们是根本购不上的 或者是第一才子的名声 或者是与右相的来往 再或者拥有主体这样庞大的商贸体系 诗诗为的是心中执念 常与两人来往 宁义却不是 如非必要 他连诗诗都不太找 更别说愚臣二人了 因此此时说起宁义的麻烦 两人心中或许 反有些做官的态度 当然 恶意倒是没有的 诗诗便问道 那军营之中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陈思峰摇了摇头 对罗胜珠是怎样受伤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诗诗你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立衡所以与夏村君有关系 他又不是真正的主官 哪里会要他来承担 如此大的感谢啊 他对于夏村君的事情 毕竟不是很清楚 说了可能与宁义有关 带到仔细想想 眼下这关键时刻 宁义又岂能先动这么大的事情 随后几人 也就转开话题 说起了一些其他的八卦来 例如唐克等组合派最近的活动 重施到似乎遭到了冷落 蔡经麾下大佬们的聚集 等等等等 诗诗消息通灵 却也不可能什么事都知道 此时听到了夏村君的事情 多少有些担忧 他也不可能因为这事 就去找宁义问问 其后几天 倒是从几名将军口中得知 夏村君的事情 已经得到了解决 有同贯的亲信 李炳文亲自接手了夏村君 这一次 终于没有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那罗盛州重伤的事情 这期间倒也打听到了 那罗盛州乃是武状元出身 自负武艺高强 去夏村君时 想要以武力压人 结果在军中与人放对 第一阵 两人皆是赤手空拳 罗盛州将对方打倒在地 第二阵 用的却是兵器 那夏村君的士兵 从尸身血海里杀出来 哪里是好惹的呀 说是两边换了一刀 都是重伤 那过来的将领 说起夏村君的这事 虽然简单 却也是金心动魄 随后却是出乎 失事意料地补了一句 只于你口中的那宁义 是竹脊的那位吧 我倒是也听说了一些事情 诗诗瞪圆了眼睛 能够在师师面前表现 那将领便也颇为得意 说那罗盛州进了夏村君后 虽然有些不知自量 最后落得灰头土脸 但毕竟是谭大人倚重的亲戚 跟他过招的不过是区区一个小兵 姓罗的重伤之后 夏村君是接不下了 他那一口气又哪里咽得下去呀 兵部一系要以军阀将的小兵研办 听说罗盛州也放出话来 定要那小兵性命 先前几日便是那逐记的宁立恒出面奔走 找了不少关系 九爷爷高奶奶的 也拜托了几位大人出面 最终才将那小兵保下来 私下里也听说那罗盛州使了些手段 但道德如今终究还是未有成事 说起来 这位宁先生为了区区一个小兵 如此出面奔走 最终将事情办下来 有古代侠客之风 我也是颇为佩服的 此时 佟郡王已经出面接受 想必不会有更多的麻烦了 对方的话是这样说 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后 施施心中却感到有些不妥 此时境中的形势变化里 左向李刚要上位 蔡经铜冠要阻止 是众人议论的最多的事情 对于下层民众来说 喜欢看到奸臣吃饼 忠臣上位的戏吗 李刚回想的几年当中 性格正气耿直 民间口碑颇佳 蔡经等人结党营私 大伙都是心中清楚 这次的政治斗争里 虽然传出蔡同等人 要对付李相 但李刚堂堂正正的作风 令得对方无处下口 朝堂之上虽然各种折子乱飞 但对于李刚的参合 是极尽于无的 旁人说起这事来 都觉得有些欢欣雀跃 李刚之后是重施道 越过重施道 秦思源的身影才出现在 在众多人的眼中 秦家毁育各半 畅胜与畅衰的都有 但总的来说 下村军鱼 下村银鸡郭药师大胜 秦少和太原殉国 这使得秦家目前来说 还是相当为人看好的 可既然如此看好 立衡要给个小兵出头 为何会变得如此麻烦 他在京城的消息圈子里 这么些年 早已有些秋风未动 禅以先决的本事 每一次经历的大事 党争朝上的勾心斗角 虽然不会第一时间 就准确地反映在 帆楼里的消息系统里 但在混乱而复杂的消息中 只要有心 总能理出这样 那样的端倪来 其后两三天 各种各样的消息里 他心中不安更深 秦家在这次女真男心中 长子殉国 二公子眼下又被夺了兵权 莫非这次 在这混乱漩涡中的一刀 竟要砍到右相府头上 这天夜里 他遇上妈妈李韵 闲聊之中 却听得李妈妈说了一句 唉 宁力恒那支燕楼 还不如卖给我呢 什么 宁力创办主景 酒楼一尖尖地开过去 这支燕楼 便是经理的酒楼之一 李韵看了他一眼 我倒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无意中听人这样说起 到那支燕楼似是敌给了别人 你既然都不知道或是假的 哎 你最近我也去找他吗 诗诗的目光疑惑 口中道 他事情太忙 我也不可能老去寻他 况且樊楼 与竹记 他说到这里 将起年初时李妈妈做的决定 对于竹记 对于战争事迹的大肆宣传和搜集 李妈妈并未让樊楼配合 虽说也不阻止诗诗等人帮忙 但实际上 却是有置身事外的态度的 想到这里 诗诗望着他道 妈妈 莫非你 早就猜到 哦 猜到什么 李韵眨了眨眼睛 猜到 又向失事 我哪里知道 李韵质疑了片刻 不过 你也在猜这件事 我是最近才觉得风声有些不对 若是真的 你那冤家 便是在准备难撤出身了 哎 可惜啊 老身一直觉得 他实在是个厉害角色 时时沉默下来 李韵看了他一会儿 安慰道 你倒也不用想太多了 官场厮杀 哪有那么简单 不到最后 谁也难说胜者是谁 那宁力恒知道的内幕 绝对比你我多 你若心中真是好奇 直接去找他问问便是 又有何难 诗诗点了点头 这天夜里 他在房间中想着这件事情 各种思绪却是纷至他来 奇异的是 他在意的却并非右向诗诗 盘旋在脑海中的念头 竟始终是李妈妈的那句 你那冤家便是在准备难撤出身了 若是在以往 李妈妈这样说时 他自然有诸多的办法 交称回去 但道德此时 他忽然发现 他竟很在意这一点 他可能要走了 回想起来与宁毅的重逢 直到现在 两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有些奇怪 细细咀嚼 甚至有些不真实的味道 他们说起来是旧时 但即便是年幼之时 也未曾有过多少接触 重逢之后 一开始将他当成 没有本事而入坠了的男子 后来逐渐发现其中的古怪 他诗词写得好 是江宁第一才子 性情也奇怪 相处起来 没有与余和中 陈思峰在一块的感觉 后来他来到了京城 他去到山东 图了梁山匪寇 配合右相府赈灾 打接了臀梁豪身 他一直以来都被陆林人士追杀 却无人能够得逞 随后女侦南侠 他出城赴战场 最后九死一生 却还做成了大事 他其实还没有完全接受 自己有个这么厉害的朋友 而忽然间 他可能要走了 这一切并不是没有端倪 一直以来 他的心情是比较直接的 梁山的匪寇到他家中杀人 他直接过去剿灭了梁山 陆林人来杀他 他毫不留情地杀了回去 各种豪身富商 囤梁害人 势力何其之大 他仍旧没有丝毫畏惧 道德此次女侦南侵 他也是迎着危险而上 前次见面时 说起太原之事 他语气之中 是有些沮丧的 道德此时 若是右相府真的失事 他选择离开 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可是忽然间 他要离开 最近这段时间 境中风云变幻 一般人难以看得清楚 他显然也是各处奔走 自元宵节后 两人没有见过面 这天夜里 他抱着被子 忽然间想到 他若是要离开了 会过来告诉自己一生吗 然后他觉得 他们的关系 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好 静谧的夜 渐渐地过去了 等大量的人们 在那混乱的漩雾外旁观时 有一些人 在艰难的局面里 苦苦挣扎 第二天 是景汉十四年的三月十八 右相府中 各种树木植物 正抽出新的嫩绿的枝牙 花朵绽放 春意盎展 下午时分 大量的兵丁 与殉旨的官员进了相府 由于朝中分坛的指控 与参合 民间的物意汹汹 周折不得已的 让三思同审 秦四元 在围相期间的 一系列案子 以换他清白 在经过了些许的波折之后 夏村君的指挥权 已经被同冠一系 接手过去 然后这一天 秦四元下狱 宁与踏入相府之中时 右相府中并不见太多哀气的情绪 早几日 因为秦少和的死讯 而倒下的秦家老夫人 此时主持着家中的事务 指挥着家中的下人 亲属收拾东西 随时准备离开 而在秦少谦 愤懑地想要闹事的时候 也是这位平素慈和的老夫人 拿着拐杖 声色俱力地喝止了他 为了阻止这一天的事态 要说右相府的幕僚们 不作为也是不公平的 在察觉到危机到来的时候 包括宁与在内的众人 就已经私底下 做了大量的事情 试图改变他 但自从意识到 这件事情发端来自于 勾勾在上的皇帝 对于事情的徒劳 众人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包括那位老夫人也是 她一生为国为民 问心无愧 如今皇上让她走了 那我们也走好了 五朝立国 不杀士大夫 她于国有功 他们总得放她一条生路 那白发苍苍的老夫人 是这样说的 欲知后世如何 混淫继续收听 坠续第648章 听众朋友们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 演播人 聚武八雅居 《非诚勿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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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害怕 这乐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